那我要讲更深的意思 就是一个小孩子 如果他找不到家 在外面颠沛流离 他的心会惶恐不安 畏畏缩缩 很怕被伤害 所以自卑跟自我保护都会很强 那自我保护墙也就会具有攻击性 那他的一颗心不容易真正静下来 不容易真正静下来 总是会很多的提心吊胆 怕被伤害 所以找不到家的小孩 流浪街头的小孩 他不容易真的安静下来 如果他能够回到父母亲的怀抱 找到家 回到父母亲的怀抱 这就是像这里所讲的归根 那这时候呢 他会痛哭一场 心会很安静 安详 踏实 这样可以了解吗 所以那个归根 大家要好好地体会了解 好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我们生命的这个源头 天地父母连接上 那你会惶恐不安 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物质跟心灵 就是阴跟阳 有形跟无形 这两方面组合起来的 我们生命是这样 如果你的肉体 你这个身体有个家 可以周风避雨 但是那只是物质层次而已 如果你的心灵 不知道心灵的家在哪里的话 那你会惶恐不安 有一天 当你能够看到 哦 体会到是什么 体会到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 原来 生从何处来 终于了解了 你也清楚了解 死往何处去 你也了解我现在当下的生命 是靠什么而在承载 在支撑 当你了解到 跟我们生命的密切关系之后 你就会很放松的 好像以前找不到家的小孩 现在终于找到家了 终于找到根源了 这时候 你会真的安心 快乐 自在 归根 约静 你那心的惶恐不安 就会消失 那这就是 所谓的负病 负病 就是我们终于 回到了生命的源头 找到了生命的源头 再来 负病又可以有另外更深的体会 就是 负病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 终于重新复活了 那个生命 复活了 基督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 他也被埋葬在棺木里面 结果没多久 人家发现 怎么里面没有人 基督教的传说就是 耶稣死后 复活了 当然那是他们的一个说法 我们信不信 这是一回事 真假 这是一回事 这是在形容生命的复活 一个人过去过得 很惶恐不安 当我们了解法 了解道 了解宇宙的真理 了解生死大事 了解生命 生从哪里来 死往何处去 这是人 每个人的最深的问题 当这个最深的问题 你解决了 你了解之后 这时候 你就能够来到 与道合一 体道 悟道 行道 与道合一 这时候 你的整个生命 它是会很明显的 蜕变成长 就像资料 又称为熊蚕 夏天会叫的资料 蚕 它成长到某种情况 它会蜕变 会脱壳 所谓的金蚕脱壳 它会从 二度空间的平面 爬爬爬 然后会来到 提升上来 来到三度空间的 会飞 有长出翅膀 这个就是生命的蜕变 也是生命 它前一起生命的死亡 下一起生命的复活 所以你能够了解到是什么 安心自在 这时候我们生命品质都会蜕变 你会开启高等的智慧 你的整个的生命 思维智慧 会跟过去不一样 心胸度量格局 跟以前都会不一样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 思维归根约境 思维复命 所以千万不要 以为那是坏的不好的